埔里鎮召评宫玉化堂日权举办第十届、十一届董事长交界典礼 在众位议员以及来宾的见证之下 由协任董事长黄冠云将阴性交接给新任董事长黄坤练 取取未来在新任董事长的带领之下 能够持续召评宫玉化堂弘扬国学的精神 我们的黄坤练校长可以说是为教育改出来 我相信对行政、对一切的安排 都会有很好的安排、很好的高充 希望可以继续团成我们控制宫玉化临心 以及这么多扣定的推电 我们的廟部这些推电、第一的拖领之下 我相信都可以很顺利 先议员陈宇军表示 紫一届董事长黄坤练先生担任校长多林 行政历练非常丰富 也是非常适合接任董事长来推展国学工作 未来若是赵平工玉化堂有兼费上的需要 身为民意代表也会一起来支持 让赵平工玉化堂未来发展能够更进一步 孔子庙其实要做的就是推广文化 还有传承我们的圣贤的一些教理 我觉得由黄坤练校长来担任董事长 是最好最好的一个人选 上天也知道是他清点的 未来我相信我们在议会里面也会非常支持 孔子庙在平日开课 对于我们民众开课完全都不收费 这样的一个课程的方式 那在硬体设备的部分如果有需要帮忙 我们一定是尽力配合 先议员叶仁创除了感谢任黄冠宇董事长 多年来为普里传统文化传承所做出的贡献之外 也恭喜接任董事长黄坤练 继续在黄董事长的带领之下 照平工玉化堂的业务推展能够真正日上 那么非常感佩前董事长黄冠宇 这几年来在孔子庙对社会文化 对那个宗教文化活动传承部分的努力 他非常的辛苦 那新接任的黄坤练校长 来接任这个担子其实不是轻松 那也期许在新的黄董事长带领之下 孔子庙的任何的业务能更真正日上 副议长拍拳肯定谢任董事长黄冠宇 任内二十多年来对于弘扬国学的用心 也期许在新任董事长黄坤练的带领之下 照平工玉化堂能够更进一步 让传统优良文化得到更好的推广 记者程伟一普理采访报导 就由来抓起来 就误订了 还デ filed 这条 bang voiceOver 努力 ST